韩国的青年演员刘亚仁刚刚二封韩国青龙影帝成为韩国电影新一代的领军人 那国内的那些青年演员近些年表现如何呢 刘浩然主演的唐人街《探案3》已经打破了国产电影票房预售记录 而且很有机会冲击《战狼2》的国产电影票房记录 它已经成为了内地最卖座的一线小生 而易阳千玺则走的是低调实力路线 20岁就获得了金基影帝提名 将来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内地电影圈的五大新兴青年演员 易阳千玺尽管不像刘浩然一样 有大IP系列电影加持 但易阳千玺的成长更加喜人 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了金基奖影帝提名 而且少年的你还入围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他演戏很有天赋 而且很努力 未来的成就不可估量 他单抗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在今年贺岁当也收割了14亿票房 易阳千玺在电影里面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他已经成为一线小生中 少有的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男演员 很多粉丝愿意为了欣赏他的表演 而走进电影院 彭玉唱的起点非常高 但是这几年成长有限 主要原因是他本身欣慰不足 背后也没有强有力的资本支撑 没法接到好的剧本和大制作电影 可是他随后几年接拍的几部电影 快把我哥带走 小小的愿望 回到过去拥抱你 一点就到家 沐浴之王等 全部都是国产小成本喜剧 对于他的发展 几乎是毫无帮助 王俊凯 七四九局是导演陆川 时隔七年的重磅之作 而当初王俊凯 也是陆川清典的男一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格子与待